大家好,Chris,今天分享一件事 發展商調英國樓價倫敦去港澳 五年會升20% 港人會不會影響購買力 首先,香港人,我想有錢的 是真的有錢的 但是不會有錢到買整個倫敦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倫敦都說五年內有機會升20% 即是他們覺得樓價是上升 而五年內不會跌 因為之前很多人都說 擔心工黨上台英國樓價的樓價會下跌 某個台,旁邊某個台 你相信就不相信就不相信 Chris哥,我都覺得工黨經常出賣的政策 都很奇怪 會不會搞垮樓市呢? 我不知道 我都覺得有百分之三十 或者百分之三十或者四十的機會 我都不敢說 不會 因為保守黨一定不會的 但是工黨一定會的 不不 一定會有機會 所以你真的小心一點 那會不會真的五年升20% 因為他說倫敦都升5% 其他地方都會升 所以不只是倫敦 看回以前的走勢圖 我告訴你 英國樓價升得最多 我想是蘇格蘭那邊 就是前兩年 然後就是曼茲斯特那邊 都升得多 倫敦都中規中矩 所以他說倫敦有機會 五年來升20% 我想其他區都會升 如果他沒有說錯的話 在分享這個想法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英國計劃容許僱員 要求會州工作四天 那是不是益了你 我想他可能把五天工作時間 放在一至四天 我不知道你哪四天 以前可能每一天回10個小時 現在可能回12個小時 不知道是不是 總之濃縮到四天 其實對於你來說 可能是一件好事 就是怎樣 回多了時間 但回少了日數 對於營運成本是減低的 那就好 另一件事 就說英國跨黨派議員 及港人聯署呼籲 雷敦讓BNO移英者 來收本地大學學費 他成不成功 我就不知道 他只是說倫敦而已 我心想 為何只是說 呼籲倫敦讓BNO移英 收本地大學學費 不是整個英國的嗎 如果住八明岸 五十字斯特那些 住劍橋那些 怎麼搞的 真的很不公平 我自己這樣想 好像有點不公平 不要緊 大家留意一下 事態的發展是怎樣 在說今天浪文 之前分了幾件事 今天Chris哥 洗錢日 為什麼洗錢日呢 一睡醒 聽了兒子回學之後 我打算今天放假 真的打算放假 然後突然之間 看到車子 他可能知道我放假 找些東西給我做 車子開始有聲 又吵了 然後呢 要去整車 真的要去整車 然後一整車 我看到車房師傅 多開心 真的很開心 好像趙田姬升高了 車子之後 哇 Major Defend You have 2 Major Defend 多開心 我看到他 兩隻眼睛好像笑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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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 我們不知道是否排氣喉 爛了 那我本身 我這輛車都14年了 14年 我買那時候是 兩年多前的了 我想我買那時候是8年車 那他現在都變了10年車了 那些東西開始爛了 這條喉 換衣條喉 接著又說我不知道那個 是不是那個 什麼 散熱 散熱那裏 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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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整組東西出來 拆出來搞 又要換我身 嘩 他多開心 Major Defend 2 Oh You have 2Major Defend 真的好痛苦 你真的很痛苦 哈哈 再想起 你要猜 Kris哥 弄了多少錢 嘩 真的不是便宜的 真的不是便宜的 英國製車真是貴 真是貴 我也覺得貴 都沒辦法 逼著給他湯的了 我自己覺得 我就不想 扔這麼多錢 這輛車 為什麼呢 這輛車是我來英國 那時候 打算買一輛便宜的 因為我香港沒有開過 考了車牌 沒有開過 我打算買一輛便宜的 我打算買三千五百磅 那時候買三千五百磅 那現在 開了兩年多 兩年多 兩年半 從未撞過 死就死不去 又不可以撞 哈哈哈哈 又不可以撞你 但他又壞 那怎麼辦呢 都要弄的 是吧 我也問了 我是我的客人 是香港人來的 是整車的 他說 我說這兩年多錢 他說 整組換嗎 有便宜有貴 要搞多久 逐個鐘和你計 哈哈 是啊 他真的這樣跟我說 逐個鐘和你計 他說 這樣說 有機會 有機會 千多磅 因為這條喉 可能整你一天 兩天 你不死嗎 整你一天兩天 你不死嗎 他說 不同的車 那條喉 長度都不同的 他說 他說他評估不了 他就這樣看 他就這樣估了 四百多磅 五百磅 左右 快手快腳 都做到的 這樣 他說 最後 那個車房 收了我 四百一十磅 因為 我也不覺得他特別便宜 首先 我不覺得他特別便宜 但又不是特別貴 因為他不是整條 跟我換了 他跟我玩 換一節 不換一節 我不知道怎麼換 總之 他跟我說 整條換很貴 只買了 六千多磅 六百多磅 還沒計算工 他說很貴 然後 他說 現在我不是整條 跟你換了 不知道他怎麼搞 我弄了四百十磅 弄了所有東西 都是四百十磅 算得完 因為他是我的客人 他說要給 ном 特磅 他已有個特別的禮物 多謝他 不過我經常對著 阿差說的話 我不很相信 我真的肯不信 所以 所以英國製車真的蠻好運,我自己覺得蠻好運,如果你是未來英國之前的,你是製車的,我覺得有得做,是有得做,但是我要給中國大家,因為我有一個客人跟我說,他在香港製車的,什麼車都會製的,來到英國都不是所有車都會製的, 怎樣說呢,他都要學習一下,因為這裡有些法國的車,整法又不同,做程序又不同,不同的車要製的時間都不同的,麻煩一點的法國車跟我說,所以他都說要在香港,所有車都會製的,來到英國他都不會的,所以他都說要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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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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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樣買iPhone 15 他都說你去換市買會好一點,會抵抗一點 他就這樣說 但他告訴你,現在我上網看iPhone 15 這是iPhone 15來的 Apple的iPhone 15 他就說網上如果訂購就預計49磅 Apple說你要付49磅 每個月要付30磅,29.99磅 這個他給我的網上的offer 但我現場看 我現場看 就說什麼 就要給預計 預計一份要付99磅 每個月都要付29.99磅 這個是他標出來的價 iPhone 15,128GB 我就看完之後 現在好像更猶豫 哈哈哈哈 被人點了 被人點了下去 不過 我為什麼要說不過呢 最後我都不是參加這個 我都買了兩個iPhone 15 是要預計多少呢 好像預計9磅 我是預計9磅 預計9磅 你當9磅是機價 你當是這樣 然後每個月付34.9磅 每個月付34.9磅 參加他的月費 34.9磅 有100GB 我沒記錯100GB 無限 無限傳這個短訊 無限通話 但是只有100GB 那麼 該不該是見人見智 但他差不多零幾價 看看你覺得該不該 如果要跟網上這樣看 網上 他都貴的 他都說要預計49磅 但每個月付 便宜一點 他都要付29.99磅 哈哈 是的 但我自己 覺得我今天參加那個 因為他有些計劃 現場沒有寫的 即是 你去到現場 他都沒有寫的 他真的沒有寫的 你直接要問那個 職員 問他 有什麼優惠 什麼便宜 什麼划算 他逐個計劃 即是iPhone 14 iPhone 15 iPhone 13 開給你看 每個月有多少錢 預繳多少錢 什麼台 有什麼優惠 其實下去換市 是OK的 我覺得是OK的 即是用今天 如果用網上的 為例 他現在給你選 你預繳49磅 預繳49磅 每個月 月供30磅 公24個月 我現在在現場 是給了9磅 每個月供35磅 其實34.99磅 當35磅 其實每個月 都是多 5磅 只要有勾去 你賺人錢 人賺你錢 我經常這樣想 所以我很看得開 好像這個 這個 阿XXX 經常跟我說 Major Defend 有好市了 就有好市 是非常開心的 好像見了他 好像是勝利的姿勢 嘴子 笑起來 還好 如果肯定還中 他 好市 四百一十磅 真是似夠笑 我講了幾句 我其實不是很想做這輛車 因為我想再換這輛車 我真的想換這輛車 但無論為什麼我還要做 因為這輛公司車來的 其實不是我的 這輛車我從頭到尾都用公司錢 公司錢的錢都是我的錢 其實我用公司錢買的 所有東西都要用公司費 不是我給的 所以我只顧著要做 所有東西都要用公司給的 這樣才是聰明的 舔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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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要用公司給的 所以今天分享這兩件事 最後我都會分享一個短的錄音 下一個聽眾給我的 我一想再說 他就說 來了格拉斯哥 住了一個月吧 過來兩個月 就覺得這裏的人很有禮貌 而且這裏的天氣沒有上 直至中暗動 他覺得這城市很棒 我自己這樣說 說幾句 英國移民 落腳地說幾句 格拉斯哥 我自己 最初不是想來格拉斯哥 我打算去百明岸 萬次斯特我也有想過 再想什麼 我都選擇了格拉斯哥 因為便宜還是正 為什麼呢 就像克里斯哥 剛才說過一句話 我自己都放了四頭幾 在這裏買物業 我買了兩間屋 一間店 全部都是永久業權 還有可以每個月有被動式收入 我又可以做生意 之餘自己 公司一份工資 之餘我老婆有一份工資 還有每個月1300磅收租 你問我 我真的不會去選擇倫敦的 我真的不會去選擇倫敦的 因為第一 太貴了 消費又貴了 第二 他的房子又不是feehole 第三 那些人又有笑笑 會搶電話 你千萬不要拿iPhone15出來 我保證你被人強搶 肩膀 不是開玩笑 我不是要魔法倫敦 倫敦的治安真的很令人擔心 所以你千萬不要膽敢拿出來 是呀 說真的 賀拉斯哥OK 我的聽眾都說 很棒 他多謝我 一會兒有興趣的聽 還有我 Kris哥 我住在這裡兩三年 這裡的治安很好 真的很好 唯一一樣不好 一一樣真的不好 工種會少些 可能你要做工廠的機會大些 你想找文職的印度 難一點 不是那麼容易 難一點 所以我自己覺得 賀拉斯哥 如果你不是說 有特定的太高的要求 特定的要求 其實真的不差 好像 Kris哥 經常擺這隻貓 我的貓不貴 不是便宜的 13,300元 一隻 那些死鬼 一看到我家裡的貓 一知道是貴的 很漂亮的 我經常擺在車上 因為我經常走路走路 拍下了車 停一場 然後去買東西 去吃東西 或者去搞東西 放下車在貓 那些人看到 都不會撥爆玻璃 拿隻貓 哈哈 那些治安好得這樣 當然 暫時今天未有 第二天會不會 我就不知道 但是真的可以 這裡的人可以 特別有些人會 會瘋狂的 我也是瘋狂的 一族 我也是瘋狂的 我也是瘋狂的 不過 如果在格拉斯哥 遇到蘇格蘭 遇到瘋狂的人 不是說沒有 也有的 不是那麼多 總會有的 總會有的 終於電話說完了 說今天浪漫 好嗎 今天浪漫 就說什麼 買樓 就這麼說 香港人是有錢 但並非有錢 可以買整個 倫敦所有物業 但是 你要信地產商才是 他說五年會升二十個百分 我自己覺得 很重水分 哈哈哈哈 因為為什麼呢 我說真的 英國又說經濟不好 第二 又說 開始又有通脹 又高緊了 那你怎麼會 由你樓價會這樣升 你以為這些人是瘋狂的嗎 你以為這些人 你以為這些人 你以為這些人真的買得起嗎 說真的那個 你香港人買了香港層樓 那你就欠著幾球 一千萬 就覺得這裏好像買菠菜一樣 人家不是 人家真的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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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我今天買一部電話 每個月 用九磅 給九磅預繳 每個月供35磅 他們吃力 對於他們來說 對於我來說 35磅 你都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還跟我老婆說 努力一點做事就行了 很簡單 三十五磅 你什麼錢呢 對於他們老婆來說 未必的 因為沒辦法 上年我沒有記錯 看過文章說 某些學校教幼稚園 每個月才加十幾磅 人工加不起 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真的可能是吃力 對於你來說 你未必吃力 今天也跟某個家人說 有個人想回樓 打算回樓 他說在香港做教書佛的工作 有七萬元一個月 來到這裡做了一份低客的工作 然後人工又很便宜 他說不知道在那裡做什麼 我經常在移民都看到這些人 我經常覺得很神奇 因為沒有人逼過你離開 我說真的 沒有人逼過你離開 英國就是這樣 你做不回樓本行 就沒辦法了 這是第一點沒辦法 第二個問題 香港人教書低 人工高 英國教書人工低 這更加沒辦法 第三 你做不回樓本行 沒有人幫到你 沒有人幫到你 只是說一句話 移民不是益了你 而是益了小朋友 說真的 這是現實問題 所以我經常和大家說 我都說 叫大家想清楚才好走 不要來想到什麼想 雄心壯志來到之後 年幾兩年 又覺得為何兒歡 然後又要回樓回香港 兩邊輸 真的 輸時間也不好 沒有輸錢 繼續說論文 但還沒說論文之前 說了句話 工黨有很多奇怪的政策 現在經常出一些奇怪的政策 那會不會玩爛樓市呢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才目以待 總之我自己這麼說 現在已經有些人說了 說 有某個KOL說 他說工黨沒有份選 沒有關係的 Kris哥已經跟大家分享過了 因為投票那天 Kris哥 轉了地址 更新不及 所以今次的選舉 Kris哥也沒有選過工黨 我也沒有選過保守黨 我什麼都沒有選過 但如果你問我 如果我要選 我以前 那時候 我錄片 我都說了 我都會選保守黨 我不會選工黨 說真的 因為知道他 這是什麼人 選舉的那個 根本是傻的 哈哈哈哈 說完了 所以 如果你真的選了工黨 你自己想想 五年後 多了一些奇怪怪的法例 又是搞壞了地產 搞壞了金融的 那你真的 你問問你自己 是不是你有份選舉 你選了出來 總之 這五年之後應該是怎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分選 工黨 不可以關我事 雖然我有份受 但是不可以 我有份選 如果我要選 我還是要選 我還是要選 保守黨 講到新的政府計劃 非居民 買樓 會增加印花稅 影響香港人 英國 事業的決策 英國地產 很不同的名字 不幫我買廣告 是說 港人刑事海外主要買家 即使加印花稅 對投資意欲 又輕微減輕 但因為前景不明朗 不少投資 不少資金 選擇重回 回向較高的倫敦市中心 他是不是幫他自己買廣告 他自己有盤 預計一部分倫敦地區 未來五年會增加15至20% 買家 目光轉移倫敦地區 我自己這樣說 倫敦是很貴的 我真的沒有那麼多錢買倫敦 但我自己覺得英國真的很大 你不要只看倫敦 我說真的 因為很多地方很好住 是現實問題來的 你也可以去愛丁堡 愛丁堡 愛丁堡 包你又覺得自己高等些 治安又好 說真的 還有文化氣息又高 說真的 我不覺得倫敦有什麼好 面對高息 經濟前景不明朗 英國多地區 樓價租金回報 跑輸倫敦 加上移居後 家庭工作需要近不少港人 買家 重新將目光轉移 有潛力的倫敦 對於英國工黨 隔14年執政之後 計劃將會海外買家 額外印花稅2%至3% 英國第一太平 留不到他的壞名 他指出 上一次加印花稅是至2% 現在又多1% 其實也不太多 看看你賣多大 幾乎於英國樓價沒有影響 相信這次也是一樣 接著他就吹 這個人在這裡說 有個指標在這裡 目前 樓價主要受按揭主導 英國通脹已經顯著放緩 你覺得放緩了嗎 我覺得還沒有 不過 油價最近看我進油 已經跌到128.5% 我沒記錯 已經跌穿130元 我沒記錯 去Costco入 所以油價真的便宜了 但食物我看不到便宜 按息由高峰期6厘回落到5厘 除了英國預測基金利率減至4.5厘 2026年載料降至2.5厘 按息將會相應回落 有利於英國樓價 整頓說完 原來幫他賣廣告 哈哈哈哈 我自己這樣說 你相信一點點 不要相信 因為我經常覺得 政策會主導樓價 你怎麼知道工藏 怎麼搞的 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自己覺得 你相信他四成 我都很保守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留言給大家分享 拜拜 多謝你Chris哥 多謝你的好提意 下次媽媽生日 或者姐姐來這邊探望我 她生日 我就會預約自助餐 那些電話 或者資料有沒有 因為我不熟悉這裏 因為我6月份才來這裏 什麼都不熟悉 不過我覺得 加拉斯哥這座城市 哇 那些人真是好nice 好友善到不得了 我昨天呢 和媽媽出去呢 是很多人呢 任何情形之下呢 都很幫助我們 還有呢 亦都打招呼 哇 真的好到我真的覺得很棒 還有呢 就是 那些溫度呢 那些人說到呢 是很冷很冷 但是我真的覺得是 比如和廣東那些 或者香港那些 那些冬天那些 濕冷的比較呢 這邊是很容易接受的 你穿多兩件衣服 那已經是很ok 不會覺得 冷到很傻的感覺 是很好啊 我覺得這個城市很棒 真的 真的 謝謝你啊 真的謝謝你啊 謝謝你的祝福啊 真的謝謝你啊 還有呢 我覺得你呢 簡直是高人啊 那些意見又專業啦 還有呢 你說的那些東西呢 又真的順應地去那件事呢 就是你說完之後 我們去 再去 看樓啦 買樓整個過程 跟你說的那些東西呢 又是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你好聰明啊 真的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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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